我覺得你房間真的很有趣 這個抱枕的話你可能需要就是 拿賽克一下啊 這個真的是就是 會出現東西的 抱枕 可是就是我本來來當床頭枕用 因為它真的很舒服 頭不會撞到那個床頭蓋的感覺 喔 因為 因為 你頭上軟軟的啊 它真的這邊可以 就是這邊也是按鈕 然後你可以 按一下它彈出來這樣 哇~~ 嗨 今天我又來台北了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行程 就是我要去找景川 然後順便幫它開箱它的新房間 它之前不是有在它的 個人頻道上面 發一則說 它辦了新的置物處 然後要徵求 廣大的家具乾顛門置入 然後聽說 到最後等不及了 所以它就先自己買一些家具放進去了 它到現在還沒有公開過 我就想說今天來去突襲看看 應該會蠻有趣的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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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喔 你看 景川一家有個人在這邊 不是喔 K居然在這邊 沒錯 難道你們兩個有什麼 好 非常感謝景川今天讓我來參加他們家的規訪 嗨各位我是景川一 然後這位是他的 好朋友K 隱藏版室友 隱藏人物 偶爾會不會來是不是 非常偶爾 非常偶爾解鎖 你要怎麼帶我們參觀一下 從影片上面看 然後又看到現場感覺好像又不太一樣了 是不是因為家具進來的關係 因為一開始它真的全部都是空的 等我一下我去看一個燈 可是真的蠻大的耶 會不會想像那麼大啊 就是它 那個我記得它在標準 那27.1瓶吧 27.1瓶 可是因為它是華夏的關係 所以它是 就沒有公色比了 就完全27.1瓶 而且我剛剛看啊 你就是把電燈打開之後啊 廚房亮起來整個感覺就很溫馨了耶 是沒錯啊 雖然說這個廚房其實蠻簡陋的 很常使用嗎 很常使用 看起來好像有在使用 是有是有 但是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當然是不會用的嘛 平常最多料理就是第一水餃 第二白飯 配料理包 所以說你會看到那些全部的調味料有沒有 那些調味料全部都不是我在用 都是我同學有時候會來我家有沒有 然後我們那時候煮飯 然後我負責就是洗碗的部分 喔不是幫忙吃而已 我可以負責煮白飯 電鍋在哪裡 電鍋在哪裡 電鍋在那邊 那是電鍋 我覺得這很可愛耶 這應該只有兩人份了吧 其實應該是可以煮到六人的 因為我朋友這就是 最好啦這個可以煮到六人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這是六個女生還是六個男生 三個男生三個女生啊 這樣可以 這樣可以 真的可以它超強的 然後上面那個是我在全 不是全家 全連用那個點書換到那個 我在想說這個很眼熟 應該就是 對是沒錯 我原本是有一個微波爐 但是就是被我外婆幹走了 所以說她現在就只好去弄一個新的 造型很可愛 滿好於電磁爐煮東西 會不會 電磁爐煮東西 就是因為它這邊這個房子 它 比較奇怪一點 它是沒有瓦斯的 無天然瓦斯 它全部東西都是用電 那電磁爐煮東西的話 是比較麻煩 沒錯可是就是 還是可以煮的時候 就是水餃之類的 而且我平常也不會 煮高於水餃等級的東西 可是我覺得電磁爐 其實還蠻方便的啦 是沒錯 但是我還是比較習慣 用瓦斯或天然氣 然後就是那個那兩把刀 找不到那個刀架 我覺得放這邊其實有點可怕 不是都會放在裡面嗎 就是剛好 因為那邊就是 這邊這個是鍋子 這都是鍋子區 你自己整理的蠻好的 在這邊貼一個刀架的 可是就是找不到那一 它都是那種插在桌子上 可是能不能貼你要問房東啊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的話 房東這樣讓我聽 應該也不會覺得 他應該不會特別嫌什麼 因為就是一個刀架 他還想說賺到了 欸等一下 為什麼你有在喝乳清 沒有那個時候 我有買健身環好不好 然後就是現在他只是 剛好在別人家 我想說你只是健身環跟我一樣 只是買來放著 我也是買來就放著 這不是我的東西 這是曼老師他們的東西 好啦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切割 對不要切割 欸你還有買那個 這是什麼 喔對 這是吊掛式的那個 熨斗 對啊就是那個啊 你在那個底下加水 喔 它就是掛著 然後你可以吊掛熨炭嗎 那我有問題 這個冰箱的話 也是房東的嗎 喔沒有 冰箱是我自己買的 喔 所以他那個時候房東 他好像全部什麼都沒給 他只給了一個垃圾桶 跟一個就是馬桶的時候啊 所以他全部都自己 就是放野望去 全部都是我家的 跟一些就是我 本身就持有的家具 但是這個的話就是我在探訪買的 小美太多了 欸等一下小美 等一下小美 你什麼時候才要對現承諾 快要了 快要 這十個是 For myself 就是自己吃的 那代表說你真的很愛欸 好這是我廚藝的最高境界 然後我從小只買這台 哪一款 廣宅碼頭的 高麗菜豬肉水餃 為什麼不吃韭菜呢 因為 沒有我還是會吃韭菜 可是我覺得 高麗菜豬肉跟 玉米的是最好吃的 好豐富的冰箱喔 其實蠻多東西我都不會去 都不會去主動用它 除了那個 除了胡麻醬以外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吃 謝謝你的介紹 然後這也是要講一件事情 就是 以我多年跟我老媽一起到處跑來跑去租的經驗 這種什麼都不給的房子 反而才比較好 很多時候 房東給你的家具 他只是給而已 但是他不會是你需要用到的家具 所以說 他是那種一整個set 就在那邊給你好 那等於說 你幾乎 你幾乎必須捨棄到你那邊所有的家具 那反而還比較麻煩 而且我 也是比較喜歡自己 個人在那邊arrange 他那個家具要by哪裡 所以對我來說 我是比較偏喜歡 什麼都沒有的房子 可是這樣的話 你到時候搬走 不是也很麻煩嗎 是沒錯 可是麻煩的還是搬家公司啊 這個區塊最後一個值得講 我們就是鞋櫃 但是它不是鞋櫃 這個是我國中的時候 自己去B&Q買來 然後組裝的書櫃 但是現在我已經不需要那個書櫃 所以我把它當鞋櫃這樣 老實說我真的沒有很care 就是用什麼東西來裝鞋子 就是可以裝的話就這樣 然後我平常會穿的鞋子就那一雙而已 可是其實依照我對你也了解 你這樣鞋子算多了耶 因為你平常不是很省嗎 是沒錯啊 我一雙鞋子都會穿到快壞掉 但是就是 我有親戚 他會一直給我鞋子 所以說 啊好啦我就收起來 然後 就把一雙鞋子穿到快破了之後 我就把這樣堆掉 然後再穿這一雙 這邊這邊有一個神奇的東西 這是一個神秘景點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很多 很可怕的手 就是我第一次發現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乾 這是什麼鬼鬼差 一個現象 就是我就非常 非常用力的思考一陣子 發現就是 原因是就是 每次我要穿鞋子的時候 你會這樣 然後他就會留下墊子 然後 就是我自己 然後他就這樣 你看到這邊一整排 全部都是 就是我穿鞋子的痕跡 欸 這如果是我 我會怕欸 我不知道 看怎麼會這樣 沒有那個時候真的認真 嘎了大概30秒吧 就是住一住怎麼會 手力你知道 是沒錯 然後我們先進 我們先進房間 然後這是 縮小環境全一的房間 可是我覺得以上次 你的房間來說 因為少了很多 你會塞在房間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其實看起來比較大 啊對 只有你看過我原本的房間 就是原本還在 綠線上的時候 我現在是 現在這個房間的話 我就是 專門拿來 作業跟 睡覺 等一下這個是不是 升降桌 沒錯 這個升降桌 跟這個椅子呢 就是 要開始業配是不是 聽次郎跟 好像是 學可吧 他們推薦的就是 Bestmate人學院 那個 訂座的椅子 跟那個桌子 但是你真的有在用 升降的嗎 還是你就是 就剛買了一點點 你不知道重點了 就是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底下 那個插頭的數量 剛好 你這樣接延長線 其實我覺得很可怕 你怎麼插成這樣 對就是 那個 剛好 升降桌 它本身的那個 插頭有點不夠插了 所以說我把它拔掉 所以它平常是沒辦法升降的 因為這張桌子到底要幹嘛的 所以說它平常就是一張很好做的桌子 所以第一天可能會稍微測一下 對哪一天我真的想要 想給它升降的話 就是它真的會這樣 但是就是因為這個房間 它剛好 插頭所在位置 跟我的需要用到的位置 有點錯開 所以我知道 暫時這個樣子 不過 我不會同時開啦 就是 它這個是 就是全部都是電腦一套的嘛 然後 然後那邊還有一個投影機 那投影機就是 其實我也想要購入一台投影機 但是一直沒有購入 因為我以前很習慣在房間裡面 看 電視 還有打電動 只是現在的話 因為我有客廳耶 但是我又想 只是在房間裡面 弄一個大一點的螢幕 其實我覺得你的房間這樣算大了耶 嗯 只要做這條片真的很可怕 可是現在這樣的話 我已經蠻感人的 你看那邊加了一個燈 其實還蠻有 對那個燈是 就是IKEA的燈 對 看不出來你是會這麼注重生活品味的人 平常是不會 但是我會 要那個燈就是單純是因為 它這個房間它 因為沒有窗戶嘛 所以整個門關起來之後 你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所以我一定需要一個燈 然後我是平常想躺著看電腦的話 就是這樣 你可以升級喇叭了 是沒錯 求乾爹置入 但我躺在床上只有右升到你知道嗎 哈哈哈 它也是可以讓它從那個 投影機跑出來 可是我覺得投影機的聲音沒有到很 很乾淨 所以 好 那還是用喇叭 那還是用喇叭 這也是IKEA的衣櫃 對 就是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用IKEA的東西 可是因為沒有其他特別好的選擇 然後未來的選 如果是對豬主來講的話 IKEA OK了啦 我來看一下有什麼其他的書 這邊的書都是那個 有一曲腿也不OK 有我看到 可是我很有興趣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大本書在那邊 然後這邊這個是 國高中時代畫的東西 不會啦 已經畫得比我好了 欸對你最近也是在練習欸 對啊 沒錯 你可以看到那個時候我畫的一些很爛的漫畫 都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我那時候在高中的時候出了一個健癢的漫畫 然後是它的超高 姐姐今天就到此為止 對 它那個字本身不是很重要 文本也是你寫的嗎 對 就是我那個時候就把字寫出來而已 我記得我出了本子在哪裡 你要有出成本子是不是 是我們社團的那個啊 你之前不是有想要去FF還是幹嘛 有 欸有 這個是更久以前的東西 不想要擺 不在這裡 可能要前進到客廳去才出 是喔 可是我還是覺得這邊有點有趣欸 對 它那個也是 就是這個抱枕的話你可能需要就是 馬賽克一下啊 它是 這個真的 這個真的是就是 會出現東西的 抱枕 可是就是我本來來當床頭枕一樣 因為它真的很舒服 你是說 視覺跟 視覺 沒有啊就是 就是 頭不會撞到那個床頭蓋的感覺 喔因為 因為 你頭上軟軟這樣 可是就是 這個圖的話 兩面都不OK 所以這時候就是 為了不讓就是 後面後製打麻那個 增加那個 困難的話 我們就讓它維持在這個 狀態吧 有興趣的話 請各位同學自己上去批房子好了 我覺得你房間真的很有趣欸 為什麼還會有這種東西 叫什麼 喔 對 這個是那個 2015年 刺客教條蕭雄出的時候 它有附贈一個 就是它賣裡面那個周邊 然後這是一把拐杖 然後它其實可以變成劍 光劍嗎 沒有不是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它是一個短短 然後這邊還可以 按出來 這樣 好帥喔 這邊可以拿來這樣打人有沒有 遊戲裡面有出現過 有 有 就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就是很 很想要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請我媽幫我用 可以借我試試看嗎 這要怎麼開 按 它這邊有一個按鈕 按鈕 按 真的是按鈕欸 欸真的欸 欸好帥喔 然後這邊這一頭也是按鈕 就是它本來那個 附贈的袖件這樣 喔 所以它真的會射出 劍來嗎 對啊 就是這邊也是按鈕 然後你可以 按一下它彈出來這樣 哇 可是它已經 非常的老舊 它就是 今天長這個樣子有沒有 而且它很多零件都已經掉了 就是東段西段的 看得出來歷史的痕跡 而且還就是很多灰啊 真的是 因為它真的很貴 所以我就一直把它留著 這很貴喔 我現在好像加錢快點五千塊 我說現在 全新的價格 沒有 其實那個時候 好像那個時候買吧 因為是美金 哇 酷東西 差不多該前進去下一個地方了 這樣整個關起來其實 蠻有feu的欸 嗯 然後這是那個 葡萄柚的水 你要幫忙準備葡萄柚的水喔 好貼心喔 我那個時候買了一袋浦柔柚 那是 我咬了一口 看 這不能吃太澀了 所以我就想要把它消耗掉 就是泡水嗎 我推薦你真的買氣泡水機 好用 所以說這個也是你去哪裡 後來去哪裡買的 喔對好 這邊這套桌子呢 還有那個 沙發也是 它不是IKEA是伊德利的 這個桌子應該是我目前買到所有的家具裡面最喜歡的 這個質感摸起來很好欸 這是原木的啊 你有沒有試試看 哈哈 那邊弄得很溫馨耶 對沒錯 我把燈開一下 然後這是黃的 然後這是白的 這個是大概在中間 然後還有夜晚模式 然後你還可以微調它亮度這樣 好嗎 缺點 就是你一定要把 上面那個 開著 它才有辦法有反應 就是它是 要過電 沒有過電的話是開不了的 所以說其實我也很少開這個燈 我蠻喜歡這樣子的 有一個區隔 然後但是 空間通透感又夠 沒錯 就是 我自己設計的空間 我就要緊穿衣秘密基地 就是它是一個L型的櫃子 跟一個L型的沙發 然後這樣大概把它框起來之後 然後 這邊有走到可以走 然後再鋪上 很讚的蝦皮地攤 這一張只要900塊 超大張也超軟 真的很大 我當初聽你講的時候 我以為這種小小的 沒想到蠻大的 對 可是情節不會不好聽嗎 是會啦 可是就是 盡量不要在這裡做 就是會 弄髒的事 要看有沒有什麼 就是 找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國中 你有看到嗎 其實就是 國中景穿衣 面張圖有一部分 是我畫的 你國中就有在畫畫嗎 有啊 我以為你是高中才開始畫 沒有 是從小畫的那種 你這時候幾公斤啊 我那個時候比現在瘦 大概快20公斤吧 因為我那個時候就是 國中時代做 仰臥騎座跟福利寢生做的比較輕 可是就是高中之後就是 D1都會有賣很多吃的嗎 very very sad 對那邊就是恐龍王者卡 就是 這個跟 嗯? 這個我想說以後應該會拿來就是 拍什麼企劃之類的 這就是我那個時候收集的 就是那個時候恐龍王者跟甲蟲王者很紅啊 現在是紅不一樣的卡片啊 就是 我那個時候就是去投這30塊雞胎 我還快餘4年有沒有 然後就是我那個時候全部都收藏 你真的收得很好耶 等一下 狗狗星星大冒險你有收? 有 我那我超愛看 收一套耶 你居然有收 這是僅存的一套 12345集 欸這個現在都絕版耶 好像全部都絕版 欸那個時候那個 我忘記是哪一隻 是猴子還是狗 小龐鹿 對對對 過世了 覺得他這個東西應該還是可以看 只是就是說 搞到哪一天我會把它拿出來看吧 雖然說現在已經 找不到可以播DVD的東西了 那邊還有寫說就是它是 哈日館的一個叫做 就是叫這個名字的 有看到了 非常非常的古風 你這邊好多復古東西喔 倒是就是反過來那一區的話 就是比較正常的漫畫跟 收藏區耶 反過來的漫畫是什麼意思 難道 那邊的漫畫都是不正常的嗎 因為我真的不會帶帶子 所以我只會用塑膠袋去看 你至少是用 一個袋子把它裝起來 對 有東西這樣比較漂亮 你對自己的空間也是有一定的堅持的 最大貴應該 這邊自己去看 不要去啦 可是還真的忘記 斷了快30的沒有買 我都去買 直接看啊 對 但是我買100券 然後這邊這台初音未來的那個PS3是 可以跟我借一整年之後 好不容易還給我的東西 哈哈哈哈 沒錯 他拿去拿死神 欸那是死神最後一款一座 你還好嗎 欸這什麼東西 喔那個是 IKEA的燈 喔這是燈喔 它是直立的 對 原來它是自行組裝 它是紙座 所以它非常的那個 不是很受得了它這麼 這麼歪 所以說到時候應該可能會再換成一般的台燈 吧 立燈嗎 就是 單身上面有一個 Bling這樣 用燈光去塑造氛圍 話說為什麼你有這麼大一張 這個是我自己去那個印刷行 喔 你真的喜歡到會把它印出來耶 沒有我只是想說 因為這個房子真的是太白了 所以我去把那個要什麼東西 找了幾張真的非常高清的圖 然後去把它印一印 真的很高清耶 對 就是剛好找到了 可是就是10K還是有在賣 但是我找不到 所以說用這個 只是它 就是 這個就有點隨便了 對 可是就是 哪一天會把它 就是正常的貼好 還是去錶框 這錶框其實有點 有點貴 嗯 那轉到這邊來是 這是一個假的陽台 這個假的陽台呢 就是它看起來很像陽台 可是它是完全在房間裡 它不是凸出去的那一種 它只是把房間這一塊做成了陽台 對 喔 這這邊有水管 這也只是有水管而已 裡面 然後外面是 壓縮 不是壓縮 那叫什麼機 室外機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在烘乾跟脫水的時候會很吵的洗衣機 非常老舊 不過至少它還有烘乾功能 因為對台北人來講是非常需要的 然後這邊這個全部都是我 搬架的時候的那個 要留 因為你一定還會搬 一定會在搬 所以說 就讓它在這裡吧 其實可以拿來充當放洗衣精跟柔軟精的 架子 非常的讚 那剩最後就是廁所了 那個房東跟我說 就是他 當初 剛租給我們之後 他就說 他那個發現那個水有點黃黃 就是 建築老舊的問題 他就重新做了水管 然後把它全部變成 接到外面來的 喔 民館啊 對 它變成民館 這時候民館本身是沒有什麼 特別大的影響啊 可是就是看起來怪怪一點這樣 沒辦法 因為真的是大樓老舊 然後就是 吸到去就可以了 一般來說 租屋的地方 乾濕分離 只有 沒有這一塊 就只有這一塊而已 你們還有多出那一塊 真的很大耶 以我住台北經驗來看 我是一直真的受不了 沒有乾濕分離 我覺得連去外面住民室 就是碰到沒有乾濕分離 我真的超級不爽 哇 真的是從無到有耶 然後結果到最後都沒有乾爹置入 非常的難過 我準備了一個東西 因為我想說 既然要來嘛 就不能空手來 而且我又想說 因為你說你家 好像有點空空的 我就幫你準備了一個禮物 可是我本來想說 今天來看其實還蠻豐富的啊 但還是就是送給你 謝謝 你可以打開來看 這是 我幫你訂製的 這是燈嗎 喔 喔 3D小夜燈耶 哇好酷喔 對對對 這是你的圖案嗎 對 我幫你拿 先簡單一點 就是桌上的一些小飾品就好了 嗯 你這個要拆下來喔 對對對 今天有時刻 我們把它 它這個 它就是這樣扣起來而已 然後 按按鈕 而且它還是 就是 畫面色 我幫你用七彩的 因為我覺得說還是紫色的最適合你 對對對 就是這個 我去把燈關掉 其實這樣看的蠻好看的 對 有很多 可是那是哪一天我要需要一個水影風的時候 我就把這個放在後面 雖然沒有到很大啦 就是這樣小小的 因為我不知道說 我不知道說你到這邊要放多大 沒有沒有就是 這是一個非常完美的 它有變色模式 對 延續變色模式 然後維持紫色的狀態 這算是禮廚的小禮物啦 因為等一下禮廚不是都要送禮嗎 這我人生收過最好的禮物 你應該對自己的頭像有抱實著有情感了吧 是沒錯我還沒有覺得它醜 所以說很棒 好那就好 對沒錯 好那今天就差不多是結束了 非常感謝你們讓我參觀你們的家 那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 掰掰 對然後 是那個 我的家 這不是 不是我們的家 這個它只是剛好在這裡而已 或者是路過路過的 對 偶爾變成我們的家 對 沒有沒